看宋吃飯 看宋吃飯 陳國斌 是,大王 今天是蟹…甚麼盒? 沒聽過 鮮味蟹盒 蟹也蟹盒吧 是嗎?蟹盒嗎? 蟹盒是收到很多東西 可能珠光寶器的東西放在裡面 不過我們這個蟹盒最重要是甚麼 鮮味 是 為甚麼?因為我們平日吃東西 鮮可以令我們得到味覺上的滿足 不會吃那麼多 或者吃一些很肥膩的醬汁 但我看到你做的蟹盒不是簡單 不簡單,對 用很多不同的方法都可以做到 不過我們用相對比較精緻的方法 很漂亮 這個怎麼會精緻 很大隻 剛才有這麼多水果 對 大王要的,特地用厚一點的碟 來蒸 這是甚麼蟹 這是石頭蟹 有時候蟹,我覺得沒甚麼所謂 你看看,你找到三點蟹 你找到石頭蟹也可以 甚麼蟹類也可以 甚麼蟹類也可以 對了,我被你染,你怎麼做 也可以的 因為我們主要是要拿去甚麼呢 我們要拿去一些肉 你看我先打開了 有很多朋友看到這個醬料 馬上就說,其實可以吃了 對,還做那麼多 對,為甚麼要做那麼多 這個醬料,我們把蟹盒… 這條蟹很香 通常蒸出來也有海鮮的鮮味 是很吸引的 而且一般人都喜歡這股味道 我們可以把一些不要的部分 內臟的部分 這些… 這些… 怎樣?大王 這是天口,還有這麼漂亮的蟹嗎 其實有時候剛好碰到的 沒甚麼所謂 我們最重要是要拿海產的鮮味 就算不用蟹 就像我們平日做魚的菜式 最重要是甚麼呢 我們這一口蟹的汁 或者有時候蒸魚的時候 拿到的汁液也是很重要的 這邊我就… 你掛了膏做甚麼 膏我們放在一旁 因為我們要清除蟹蓋 做蟹的盒子 我們先拿鋼的肉 但蟹膏是否也會繼續用的 我們可以用的 不過這碟菜式的鮮味 就可以用蟹肉 可以這樣 這樣就要拆出來 對,可以拆出來 石頭蟹本身有一個特性 就是它的殼很厚 所以要記住 有時候你去拍攝或尖的位置 你別想自己拿牙齒去… 我咬開牙齒就可以了 對,這樣就傷害牙齒的健康 你看到我們的蟹 平日做海鮮的菜式也是 我們不會完全白色透透 因為我們會煮第二次 我們大概蒸它八分鐘左右 總之它脫到殼就已經可以了 這些肉相當不錯 因為你說天氣會影響我們的胃口 如果有時候 香港的春天一般都比較潮濕 潮濕有時候我們胃口不太好 我們可以透過吃一些食材的鮮味 帶動我們的食慾 不過這個有時候有點矛盾 你吃肉太好 你又怕吃得太肥膩 尤其是冬天的時候 一定是很冷的時候 你感覺上很喜歡吃東西 對 你到了春天濕的時候 我不想吃東西 其實在大自然的節奏 令我們本身不會吃過量的食物 這邊我們可以把預先 一早拆掉的一些蟹肉 我們就可以放在一起 糟糕了 這裡有多少隻蟹 這裡有三、四隻 有三隻蟹 因為我們有三個蟹蓋 我們在這邊把蟹蓋放在一邊 待會再用 譬如我們就這樣吃一個蟹肉 多少才夠你吃呢 沒錯 所以在這邊我們放少許的碎肉 這是豬肉 你又不會用粉漿這樣做的嗎 你可以 我們也會加一些調味 在這邊我們會加少許的鹽 也會加一些胡椒粉 最後我們可以加少許的生粉 這個時候醃是否也趕得切入味 也可以 因為本身蟹肉有很多的 就是安基酸的成分 很天然的 也有提鮮的作用 所以就算你說 我們不是醃它很久的話 你也會感覺到 無論我們是吃蝦 或者蟹 甚至乎是新鮮的魚類 其實鮮味的蛋白質 或者是安基酸的成分 都是非常濃烈的 你現在切甚麼 我們用一些芥蘭苗 我們切一點給它顏色 而且吃起來不是全部都是肉 也是有一點質感 讓我們咬到裡面有其他配料 陳可斌 是 你這樣撒進去 你就不理會它嗎 我們要拌 我這邊加一些蔬菜的配料 除了我們有芥蘭的粒粒 我們也可以… 這個呢? 這個也是芥蘭 我們看看最後有多少份量 很少而已,它縮水的 這麼少 因為肉量比較多 我們比例上… 這是甚麼 這是一些筍粒 我們也切了 罐頭的筍粒已經可以了 如果加蔥花是否配搭 也可以 會否太大味 蔥花最後沒有了質感 對,芥蘭沒有煮過 所以也是… 很爽口 爽口 而且它也是亂 因為它是屬於芥蘭的苗 有時候我們煮菜 會留下一些… 你說炒了一碟菜,剩下一點 也可以 用來做配料 你今天有很多肉 這樣做嗎 對吧 我們可以傳統上用來做甚麼 用來做炸的菜式 或做一些像獅子球 蟹鉗 對 在這裡看到水分 我們可以自己適應一下 你看到… 沒有甚麼水分 也不是的 因為蟹本身有肉,自己有水分 我們說的豬肉 其實也會有水分滲透出來 你看到也有少許鬆散 我們可以額外加多一點生粉 因為我們本身的肉量 比較豐富 黏緊一點 一醃它,你可以醃一醃 但是我們基本上都可以在這裡 放在蟹蓋上 即是以後,即是食材磚便 也不是的 大王,你想得太高的話 人家那些成座山的肉餅 很難蒸得熟 對 變成我們這次適可而止 你看到它飽滿了 我們覺得形狀… 壓緊一點… 做成像我們平日的蟹 它本身有多肥 對… 做成它有多肥,對嗎 這裡有一個蟹蓋,成形了 我替你攪拌的水 滾一下 是,滾了嗎?大王 滾 你那裡夠水嗎 夠了… 你夠而已,鑊裡夠不夠 鑊裡更加有水 好,這邊我們煎一煎底 其實這碟菜,我們吃的鮮味 除了蟹蓋之外 我們下面加了一個脆肉瓜 我覺得脆肉瓜才是鮮味最重要的 它蒸下去,流出的汁 沒錯,我們放高它來蒸 這樣就更加均勻了 對,我們在這邊放下去 那要蒸多久 大概要蒸接近15分鐘左右 先蓋上蓋子 很漂亮 這個相當不錯 給我脆肉瓜,很穩固 不,我在這裡的人會計較 就是三個蟹 在當中哪個最多蟹肉 我看到其中一個是特別的 我覺得這個多,這個多 對,白色的,很多蟹肉 證明我們沒有用很多生粉 就是混合很多生粉 確實 它真的原汁原味,有肉有蟹 確實是 確實是 外觀,很漂亮 不過這裡我要先把它攜色火 我要拿出來,為甚麼呢 因為這碟菜,我們也是說 吃是吃甚麼呢?吃它鮮 還要做事嗎? 對,大王,你知不知道 原來鮮味有一個很特別的特色 特色在哪裡呢 原來鮮味很多時候… 我們剛才說的,水溶性 對,是一些氨基酸 它本身在水裡… 你不需要用一些很肥膩的醬汁 把鮮味煮出來 剛才我們有一個蒸蟹的時候 我們有魚汁、蟹的醬汁 這些嗎 沒錯 這些是來的嗎 沒錯,有些人特地拿來甚麼 收集了來做甚麼 做甚麼 蒸蛋 對 為甚麼要做甚麼 有些…例如小朋友 你覺得很淡口 但又不想吃很多調味料 沒有很多豉油在蒸蛋裡 你也可以把蒸魚時的魚汁 或者蟹的鮮味拿來蒸蛋 要放涼,不過我這裡不放涼 好,先倒下去 倒下去嗎 倒下去 我開火,開小一點 因為我想把蟹在蟹盒上打開 好像會走的樣子 很厲害 我要先關小火 要不然這裡沒有… 乾了 對,乾了 在這裡有些人吃得比較招職 他們會怎樣做 他們會把那些蒲面 再拔開 都是蛋白質 蒲面的,像豆漿一樣 醬汁一樣 我們就不需要太多煮 我們在這裡放一點 這個要控制得很好 等一下…營養師 是 營養師的汁裡營養成分很高嗎 其實營養師一定會存在 是 但我們在說很多海產 無論是蠔、蝦或蟹 它本身的體液裡 都吻含了很多電解質 還有一些蛋白質在裡面 在這裡放下去 有一點結身就已經可以… 夠了嗎 夠了,大王,也不是很熱 我讓你淋上去吧 好 對…這邊有一個… 我們用鑊彈 是 淋得比較乾淨 漂亮一點 對 盛在表面裡 讓它慢慢流到碟子裡 對 我推介這碟菜最重要 很鮮 我們的三塊脆肉瓜 並不是裝飾 可以吃的 它才是成碟菜的鮮味成在 再看 如果天氣是滿熱或濕熱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做一些鮮味的菜式 就像我們今天預備的鮮味蟹盒一樣